男人亲了一下女人的侧脸 行为举止像及一个恶作剧的青春期少年 女人顿时方寸大乱 必把推开男人朝屋外跑去 保持着这种暧昧的朋友关系 已经是他能接受的极限 他40多岁了 不再具有为爱放肆的勇气 对于男人直白纯粹的爱意 他除了躲避毫无他法 但是有时候感情就是这样 越逃避陷得越深 孝之柱第一次遇见多江时 是在社长的葬礼上 那时候他36岁正直壮年 多江20多岁成熟美丽 他的伞勾住了多江的衣袖 一不小心将他绊倒 自此一眼惊鸿晴绕半生 其实第二天孝之柱就去拜访了多江在连仓的家 但是看到门牌上他人的姓氏时 他选择了进门不入 本以为这次错过就是永恒 但是他没想到他能再次遇见他 此时的孝之柱已经56岁 在朋友的退休欢送会上 他再次见到了多江 多江的脸上也爬上了岁月的痕迹 但不敢安静和温柔 唤醒了孝之柱沉寂已久的心动 他小心翼翼地与他搭话 提起了20年前与他的一面之缘 多江显得有些迷惑 他的丈夫已经去世多年 现在他还住在连仓以插花事业独立过活 对于孝之柱的热情 他一时间也有些招架不住 此时正值昭和时代之末88年的秋天 他俩就这样踩着一个时代的尾声重逢了 次日孝之柱正式拜访了多江 他带去了一盒天妇罗 多江没有客气一连吃了三个 看着对方贪吃的模样 孝之柱的表情宠明又温柔 离开多江家之后 孝之柱找到了自己的朋友说起了这段重逢 他不知道自己为何这样 每天都想见到他 就算有违常理也没关系 他不想压抑这种情感 事实说明孝之柱不只是说说而已 不久之后他又突然来找多江 多江此时刚下课正和自己的学生告别 看到孝之柱的身影出现在前方 他并没有觉得多惊喜 一成不变的生活已成常态 他不喜欢突然的袭击 但是人家都已经来了 他也不好意思拒之门外 于是答应了和孝之柱一起喝下午茶 这次孝之柱带了个绘制也的古董花瓶 他知道多江热爱插花 于是精心挑选了这个礼物相赠 但是多江却受之不起 孝之柱有工作也有家庭 和他频频见面总是不太合规矩 孝之柱有些无奈 但还是直白地坦承自己的爱意 因为喜欢他每天都想见到多江 这是人之常情 如果多江觉得有困扰 他愿意按照对方的意思来 轻松都好什么都好 但是他希望多江能一直和自己交往下去 多江无法在这番恳气的言辞下拒绝 也就默认了和他继续来往 之后孝之柱果然言出必行 每次去多江家都会先打个电话智慧一声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孝之柱在替胡子市突发心脚痛 这是一种随时可能带走生命的急性病 但也来去接匆匆 就这样孝之柱第一次耽误了和多江的约会 多江看着准备好的晚饭 说不失落那是假的 孝之柱为了补偿多江 主动提出下周六和他一起去东京 东京的高楼拔地而起 处处充满着现代化的气息 孝之柱看着这一切颇为感慨 他想起了自己的青春时代 也是将所学的知识贡献给了国家 那光速发展的二十年 他没有一刻为自己而活 现在人之暮年他想遵循己心了 说完 孝之柱带着多江来到一个喷泉公园 这里也是他工作多年的地方 然而此时一群机车少年经过 恶作剧班绕着两人打转 孝之柱护着多江 脸不可遏止的黑了 两人都对现代化的生活无所适从 于是决定回到多江家中 晚餐做得很简单但十分有情调 柜子上放着孝之柱送给多江的慧之爷 上面的插花一看就是用过心思的 孝之柱忍不住将其一到桌上 坦承到今天其实是自己的生日 这么重要的日子 孝之柱怎么能留在这儿呢 多江无奈又感动 孝之柱道 和你小卓最是开心 在多江这里 孝之柱可以不用再被成年人的责任困扰 想吃就吃 想开玩笑就开玩笑 虽然有时鲁莽的行为会使得多江困扰 但一番打闹之后 孝之柱还是没有越过那条界线 不知不觉外面就下起了大雨 多江没有拒绝孝之柱留宿的请求 孝之柱翻阅着多江收藏的诗集 两个人都对书中诗人的归隐之情十分向往 一番畅聊下来也不觉夜以身 孝之柱主动定下君子协议 保证自己不会越举一步 可万籁俱计之后 这个男人拖着被褥来到了女人房间 多江躲在被窝里钻紧手 内心统统乱挑 但好在男人只是单纯地躺在了他旁边 孝之柱没有做什么 只是想着离这个人近一些 再近一些 东京太过嘈杂不适合他们出行 孝之柱想和多江一起去京都游玩 他有个朋友想让他见一见 京都古墓囚禁风红如海 一路时机而上 山顶是定家山庄的石雨亭 自从和多江在一起之后 孝之柱有了新的人生乐趣 他也爱上了独师品师 还想像那些诗人一样 隐退之后住在古安古寺之中 当然他不想远离红尘 做这些打算时 多江在他的计划里从不缺席 晚上来到朋友家做客 趁着孝之柱离开 多江对着他的朋友坦言了苦恼 他觉得自己和孝之柱的感情是有罪的 可朋友却道 他们都是正派人 孝之柱想扔掉过去重获新生 是千想万想后的真心 一个人能喜欢另外一个人 是人性中最本真的事情 谁也无法阻止 文言多江颇敢释怀 临近范壁时 孝之柱忽然郑重地对朋友说 多江就拜托你了 这话看似是随口的嘱托 很久之后 多江再回想起来时 才觉意味沉重如山海 抬眼望去令人心旷神疑 多江站在山顶 对此处表现出眷恋之意 孝之柱看着他微笑的侧脸 当即下定了一个决心 他打算在这里建一座安 和多江一起安度晚年 这话听起来就有些孩子气 多江全当对方在开玩笑了 最近建筑行业也不太景气 孝之柱年事已高 对于合作伙伴的要求 也颇敢有心无力 操劳过度之后 老毛病果不其然又犯了 孝之柱打电话给家里 安抚妻儿不必过于担心 也不必来探病 多江如鱼而至 没想到遇见了孝之柱 那突然到来的妻子 妻子与女友的会面 怎么看都有些修罗场的意味 多江感觉到一阵难堪 也是 他一个连惊喜都不喜欢的人 又怎么能坦然面对这一幕 多江回到了镰仓 回归了以往的生活 不知不觉就到了除夕处处 溢满了欢心 多江来到菜市场买鱼 一抬眼就忘记了 来找他的孝之柱 他戴着红色围巾 气色看起来好了不少 既然是两个人 那年夜饭也不必准备太多 吃饱喝足之后 多江开始收拾旧物 孝之柱悄悄跑到他身后恶作剧 箱子猝不及防就摔在了地上 里面的旧物也洒了出来 一条白色的围巾 引起了孝之柱的注意 他记得二十年前的某一天 多江就是戴着这条围巾 与他见面 这不过是一件寻常的小事 却被孝之柱记得如此深刻 多江有些触动 拿来纸笔超师尽心 孝之柱见状 也抽过一张纸随意默写 其一首小事 他的字迹自然是比不过多江 因此在多江凑上来观看时 他把超好的室柔 做了一团想要扔掉 可多江却阻止了他 他将他的席座视如珍宝 碾瓶整好之后放置在桌上 接着把那绘制也瓷瓶中的花取出 放置在水杯里 最后他将瓷瓶重新打包好 人风不动地还给孝之柱 或许他们是该分手了 他有他的家庭 他有他的自尊 人活在世界上不能那么自私 可孝之柱却觉得 一定要让他在家庭和多江中 做出选择的话 他会选择后者 他活到现在忘记了自我 所以他今后想要忠于自己 和多江两个人一起生活下去 孝之柱下定了一个决心 等他从西班牙出差回来之后 他就和多江开始全新的生活 新年的钟声响起 似是呼应孝之柱的决心 男人将女人温柔地拥入怀中 无声地许下诺言 这是孝之柱最后一次工作 然而他却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西班牙的抑郁风情让他兴致法法 能让他期待的 只有即将和多江一起度过的余生 经过一家首饰店时 孝之柱看上了一块代表永恒之爱的黄色宝石 他二话不说就买了下来想要送给多江 然而下一秒 他的心脚痛再一次猝不及防地发作 孝之柱靠着墙蜷缩成一团 那块象征着真爱的宝石 也因为他没有拿稳 滑落到了地上摔成了两半 回家之后妻子和孝之柱说起给儿子换房的事 他主意地适时与停那块地皮 可孝之柱却表示了反对 那块地是他想用来建养老住所的 养老的住处 妻子敏锐地察觉出了孝之柱的真实想法 他想要离开这个家和家人分居 孝之柱妻子忽然回忆起了医院里的那个女人 心中自是了然了七八分 孝之柱也不藏着掖着 妻子和他建造了这个家和他一起生活 一切付出他都看在眼里 所以他不会带走家里的任何东西 打算一个人离开 去过一种全新的生活找回最真实的自我 妻子听着这番话 忍不住留下失望的泪水 但他也无可奈何 处理完一切之后 孝之柱给多江的工作室打了个电话 约他到孝之柱见面 此时多江正在进行插花比赛 听到孝之柱在等自己之后 他二话不说抛却一切 赶往了孝之柱 他明白什么对自己更为重要 于是果断做出了选择 可等他真到了孝之柱 却不见孝之柱的身影 多江满山寻找着那个人 直到天空中下起了小雨 他终于在一方屋檐脚下看到了孝之柱 原来 孝之柱在等多江的时候突发了心脚痛 因而才选择躲在这里休息 他没有离开 是因为他冥冥之中觉得 如果这次离开了那两人以后便再无可能 这下多江终于知道了孝之柱患有心脚痛 孝之柱柔声安抚多江要他别担心 接着细心擦去他脸上的雨珠 不敢相信爱人真的懒了 人在面对生死时 会习惯性放下一切不必要的担忧 多江不再拒绝孝之柱的靠近 他隔着被子靠在孝之柱胸口 感受着这来之不易的幸福 就像是积履多年的飞鸟 终于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巢穴 然而幸福的日子并不长久 那年的二月中旬 孝之柱就去世了 死因是缺血性心力衰竭 孝之柱妻子来找多江 给了他一笔钱 美其名曰是感谢多江对孝之柱的照顾 实则是女人之间的较量 多江有礼婉拒 他不能收下这笔钱 这是对他和孝之柱爱情的亵渎 没想到此举越发激怒孝之柱的妻子 他看到了柜子里的绘制也 明白这是丈夫送来的 顿时气不打一出来 将其狠狠摔碎在院落中 接着无力地哭倒在地 他知道自己输了输得很彻底 孝之柱临死前交代朋友好好照顾多江 朋友也不负所托 还带给了多江一个文件 里面是孝之柱绘制的房屋建筑图 多江一眼就看出 这是孝之柱说过的 两人一起隐居石柱的案 本以为那只是兴致突来的玩笑话 没想到对方在那一刻就奉上了真心 多江将一张张图细细翻看 不知不觉已泪如雨下 夜深之后 多江看着寂静的院落 又开始思念起孝之柱 他还记得那一天孝之柱打算出门 刚一踏下阶梯 忽然就摔倒在了地上 他的心脚痛又犯了 多江慌慌张张从他怀里掏出药品 到处要给他服下 他正打算去打电话给医生 可下一秒孝之柱忽然就失去了意识 从生到死不过一瞬间 多江却是从天堂坠入地狱 那日的事他已不愿意再回想 从重逢到死别 满打满算他和孝之柱也才相处了五个月 然而就是这段短暂的缘分 却让他足以用余生去怀念 多江没有再留在帘舱 而是走遍日本的山水 在陈俗之外 寻找着和孝之柱当初的心灵共鸣 他从未觉得他离开过 头顶射过的云 而盼流过的风 他走过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他 人情相入处春风与时雨 可惜时雨不会按时到来 就如爱情 在最好的时候遇见最好的人 也终归是小概率事件 初见时我未婚你一家 再见时我已婚你双聚 或许在生命的尽头 选择否定以往的人生情感 是一种自私 但是未尝也不是另外一种勇敢